赵武吉的艺术商业发展 从可力时期、加古文和狂草时期 到了这张画创作的1979年 此时,赵武吉年过五十 在巴黎已经经历了三十个函数 他的绘画技巧进入成熟状态 并发展出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语言 《04-01-79》是一幅其实强大的抽象油画 但我们也在作品中看到了隐约的《山水景观》 赵武吉从西方的抽象绘画机法及格式出发 将东方的审美融合在其中 他的作品是灵动的 赵武吉传造出 独一无二的东方抽象美学 站在作品《04-01-79》前 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画面上方及左侧大到国府的核四笔触 是圆山和溪谷 前方快速刷笔的大片飞白 如山谷中的云雾充满水气 当中画龙点睛的蓝粉红身躯 让作品更加立体 赵武吉传造出来的空间感 超越了画布形成一番天地 将观众环抱在其中 东方高法子人的学义解学 和西方表现主义的抽象辉煌 在赵武吉的手中合而为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